Practice 17.10 Boy 這裡說Peter produce X 這麼多個 Table A Y 這麼多個 Table B XY 這裡就一定是 non-negative integer 原因很簡單,桌子只有一張張 就不會有點數 接著他說A 需要有 2 kg 的 metal 5 kg 的 wood B 需要 3 kg 的 metal 2 kg 的 wood 然後Peter 就有 29 kg 的 metal 45 kg 的 wood 好,那你畫個表 表也不是太難畫的 那你用 Table A 、 Table B 這個是 Metal 和 Wood 一張桌子就會有 2 kg 的 metal 5 kg 的 wood B 那張桌子就有 3 kg 的 metal 2 kg 的 wood 而 Peter 最多只有 29 kg 和 45 kg 的 wood 最多就是小個等於 最多是這麼多 如果有 X 這麼多的桌子 和 Y 這麼多的桌子 那你就會有 2X 5X 3Y 和 2Y 就會小個等於 45 所以你看到的 Constraint 其實就很快看到了 2X 加去 3 Y 就會小個等於 29 然後就是 5X 加去 2Y 就會小個等於 45 然後就是 X 和 Y 是 Long Negative Integers OK 接著就是 B 了 接著就是畫線 首先,第一 2X 加 3Y 等於 29 然後就是 29 減2X 除3 第三,找回 X Y 然後就放進去 譬如放 1 進去就出 9 然後放進去 1,9 就在這裡 然後再加 3 加 3 加上去 例如我加到去 10 加 9 即是加 3 的配數 1 加去 3 乘3 那就變成 9 除 3 就出 3 即是 10 加 3 然後 就第二條線 那我畫一條直線 大概是 這裏 那條線給我一個名字 就是 2X 加 3Y 等於 29 然後第二條線就是 5X 加 2Y 等於 45 45 減5X 除2 第三,就是 X Y 那這個就放進去 1 進去 就出 20 也不可以的 免許都可以畫到的 1,20 然後再加 9 進去 9 在這裏 9,0 在這裏 好,再畫一條線 這樣 OK 這條線就是 5X 加 2Y 等於 45 如果放進去 00 那就會是對的 即是向這邊方向 就是向這邊方向 是對的 向這邊方向 是對的 那當然 你還有兩條線 就是打直打橫的線 那一條線 就是 這裡 第二條線 打橫的線 就是這裡 然後 然後 就是 Y 等於 0 這個 x 等於 0 OK 那你就向上向下 這樣 就是這個方向 大 所以 你數的範圍就是這條線 當然 你不可能會點 全 因為它是 negative integer 所以你應該要寫 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範圍 例如 X Y 是 Long negative 的 integers OK OK 好了 C 它說 如果Profit of Selling Table A 和 Table B 就是800 和500 那問你有多少個 product 就是這個Profit 就是想增加它 那你就 很厲害 首先 P 等於 800 x 加500 y 然後 P 等於 0 就是800x 加500y 等於 0 那你畫圖 800x 加500y 等於 0 Y 做主項 就變成-8x 超過5 那你畫圖 也要畫的 XY 0 一定是 再畫 5-8 就做不到 的 那 一是 如果是2 8-16 都做不到 好一點 8-16 就變成-16 超過5 那 就變成-3.2 -3.2 其實都很勉強 2-3.2 大概 2-3.2 那條線 就 用紅線 大概 這個位置 因為它那個Scale 太小了 推線之下 就畫了一條線 基本條線 然後 去到這裡 OK 就變成-按 OK 那這條線 就叫做 800x 加500y 等於 0 然後 就去看看 Ads 哪個Point 哪個都很清楚 那就應該是 75 這個Point 那你的P 就等於 800x7 加500x5 變成 8,100 所以 conclusion就是 7 table a and 5 table b should be produced should be 然後 這個maximum profit 就等於 8,100 8,100 8,100 OK OK OK